哈佛H6S红标版叠照 大1.5T或2.0T发动机 日前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全新哈佛H6S红标车型的实车叠照 从该车的外观样式来看 该车就是此前长城汽车在工型部申报的一款全新SUV车型 根据该申报信息 新车未来将搭载1.5T发动机或2.0T发动机 根据此前曝光的新车叠照来看 日前采用了类似于新一代哈佛H6S红标的设计样式 但是在很多细节方面进了全新的调整 驻新车采用六边形网状结构样式 两侧飞翼式大灯棱条更加犀利 等墙内部加入了银色杜落银煤装饰 使整车看起来更加锋利 同时新车前方点杠也采用了全新设计 整体线条更加圆润 从车身侧面来看 新车在黑色车身下方加入了一条银色杜落装饰条 搭配多幅式轮胎样式 使整车看起来更加时尚 而新车尾部也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多边形尾灯组设计与前大灯组要相呼应 一条宽幅度落装饰条贯穿起左右 搭配车身下方的银色护擦板 彰显了运动气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